下個禮拜天的時候 民進黨的全代會就要登場了 所以選舉正式開跑 而這正式開跑裡面 我們確確實是看到 民進黨的最大專長是選舉 是真的 所以應該陳時中現在才這個 一出場之後 到目前為止 陳時中和林佳龍 這個出場裡面 其實在一個戰鬥序列來講 我會覺得非常佩服 真的是會選擇 一開始的時候 確定了 被徵召了 然後就放出了 可能的總幹事是誰 可能的競選主委是陳建仁 然後雖然有焦糖哥哥這些爭議 可是每一天都有節奏 代表著在排兵佈陣 部隊在整一節 部隊在處理 雖然昨天的行政院會 這個行政院會的記者會 有點像是推薦大會 也很多人有意見 可是都是討論的焦點 所以其實整個選舉的主調 其實你就看到 民進黨確確實實 把所有議題的焦點 都是隨著他定的主導權在走 所以話語權的主權 已經掌握了 另外一個 我真的佩服陳時中的是厲害 很多人說他不會選舉 他一出手之後 就開始講了一件事情 叫做台北市停滯太久了 這件事一講出來之後 有些綠營的人說 對啊 停滯好久了 很多藍營的人都沒講話 但是柯文哲 一定要出來講話 誰說有停滯 所以柯文哲就會跳下來 所以柯文哲 我們知道他一定會 跟陳時中吵架 但是他已經轉移了焦點 我與其讓你柯文哲 用疫情來跟我吵架 我先講說台北市 停滯太久了 我先打你的市政 我先打對 所以話語的主導權 戰場的決定權 我要打基輔還是哈爾科夫 是我決定的 不是你來決定的 所以他確實懂得選舉 柯文哲跟他一吵架之後 黃珊珊就被邊緣了 大燈炮小蠟燭 那黃珊珊現在怎麼辦呢 黃珊珊如果這個時候 過去站出來 也說台北市沒有停滯 那就是他就跟柯文哲綁在一起 如果他不站上去呢 那人家說奇怪 你不是當了副市長嗎 所以黃珊珊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看到他確確實實 黃珊珊就被柯文哲給蓋了 讓很多人嘲笑說 那現在是柯文哲跟陳時中在選 沒錯啊就是要這樣子啊 就是這樣子 所以黃珊珊就被邊緣化了 不過國民黨可以放心的是 蔣萬安沒有被邊緣化 原來他本來就在邊緣 所以不需要被邊緣化 所以你會看到民進黨的選舉 真的是有這個節奏在 而在新北當然是一個很難的 一個立四養公的戰局嘛 可是立四養公的戰局裡面呢 蔡英文幫林佳龍做足了場面 而且做足場面對外 就變成蔡英文出來扛了這個 要徵召林佳龍嘛 所以先前有很多 但是對綠營來講 可以鞏固林佳龍就是被徵召了 然後再過來呢 鄭文燦 陳其邁 黃偉哲 學運世代都立刻站出來推薦 這個是代表什麼 在新北裡面的某些律師世代的 你要看清楚局面啊 所以也是幫林佳龍在處理掉 他的一個內憂 所以你看都處理得很好 而且民進黨在這個時候 還做好了防疫準備 這才是我最佩服的 我不是講說什麼Omicron BSBA5 而是民進黨現在看到 大家都是戴好口罩 然後保持社交距離跟林志堅 所以他們是做好了 桃園林志堅論文的防疫準備 你看民進黨有人去討論 這個敢去辯護嗎 也沒人辯護 也沒人去碰觸 那就一直等到九月 然後台大跟中華大學 那個調查出來嗎 因為他們也知道 很多人心證已成嘛 蘋果日報那個網路的即時民調 五萬五千人 其實他知道做這種民調都很少 百分之九十四點二 那個我就上禮拜講了 經驗法則最重要 那昨天林志堅不是接受了光行的法 你看旁邊那個留言 那才是最精彩的 那留言之多 看到那個熱烈 而且最麻煩是什麼 當他變成哭手的對象 哭手的對象代表年輕人心證已成 心證已成之後 所以林志堅昨天講了很多 他新竹的市政啊 桃園的沒有用 沒人想聽你的 走到哪邊 就說學長你好 感謝你給我了 今年論文過關的指引 學長你好 什麼什麼就一大堆 當他變成哭手的對象 你就知道未來這兩個月 他跟張善政 都是在桃園裡面的新人 他一定要這層鄭文燦 帶著好好的走 可他走到哪邊去 如影隨行都只問他 論文論文論文 就算到了九月兩個月之後 這兩個月 等於林志堅完全被論文困住了 所以國民進黨裡面 你會看到啊 我不曉得軍賢委員會不會講話 好像林志堅就被隔離了 就要戴好口罩保持好社交距離 你講就講 你看林軍賢 他是同學啊 不是啊 因為對綠營來講的話 那面對像這樣的一些事情 到底應該怎麼樣去面對 因為一定有他的優勢在 但是那些是不是會變成破口 或什麼但正好先請問一下 如果講台北這一仗的話 其實有一點很尷尬 你看媒體上講說 陳志忠最大對手 綠營高層不關鍵數據 陳志忠最大對手還是蔣文燃 他覺得黃山能拿二票有限 可是大家每次在討論到這時候 講人設定位的時候 就蔣文燃他的人設 是不是能夠突破大家 講的溫量工錢讓這些 像譬如我們隨便舉一個 剛剛陳志忠不是這樣 剛剛創下講說 陳志忠出手很準 一開始就講說 台北停止不前 對不對 好 那蔣文燃是比陳志忠還要早很多 就已經直接被 國民黨已經徵招要打台北 結果後來呢 認同陳志忠不捨說 蔣文燃說北市發展停滯 市民共同感受 就 你可以主動先打這一段 但是陳志忠被提名以後 他打這個 然後你去認同他這段 你們兩個人是對手 某種程度 當然 台北市長你們都可以這樣打 但是你剛看那篇 綠營的高層 直接講的意思就是 還是蔣文燃是最大的對手 所以未來這個桑卡豬 到底會怎麼保 蔣文燃的風格 大家也講過很多次 我先看 因為昨天有個民調公佈 我覺得應該跟現在 大家認知的狀況蠻符合的 蔣文燃37 陳志忠31 黃珊珊21.5 所以說確實啊 我是陳志忠的話 我眼睛也不會看黃珊珊 我當然是往前看 所以這個綠營的高層說 蔣文燃是最大的對手 是沒有錯的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看到這個盤就知道 這個盤 黃珊珊一定不會被氣乾淨 這是氣不乾淨的盤 因為這個盤 我們講薩喀都會被氣 是兩大一小的時候 那個小會被氣得乾乾淨淨的 比如兩個都四十四十 然後這個小的就六或五 這六或五 被氣到乾乾淨淨是一兩趴 可是問題是 當你黃珊珊有二十幾趴 就氣不乾淨 你了不起掉下來十幾趴 所以還是會在選戰中 有一個重大因素 所以這時候就要問 好 那這三個都中 現在沒有兩大一小 現在是三中的格局 三個都是中的大小 三中的薩喀都 要多少選票才能獲勝 這很現實 這數學問題 那好龍斌之前說 他認為假如要拿到四十三趴 才有機會贏 那這件事情我坦白講 好龍斌看的是 兩大一小的格局 大的那個人要四十三趴 確實 可是問題是 以這個狀況來說 就是三個都是中的話 其實你拿到三十八趴左右 就已經過半 就已經 就當選了 就足以當選 像講話現在是三十五趴 那這個陳時中二十幾趴 他還差一段對不對 好那你三十 講話三十五趴 然後陳時中二十一趴的時候 對陳時中來說 他的想法很簡單 我不用去拉中間選民的 中間選民跟我沒有關係 中間選民在買快篩買不到的時候 就一定不會投給我 但是鄭文山說 臺北市民進黨的盤 有三十八到四十三趴 所以對陳時中來想 他想法邏輯很單純 我把民進黨的盤 在臺北市都起 我拿到三十八趴的基本盤的時候 我就已經跨到當選的門檻 是 反過來說 講話停止在三十五趴 他怎麼樣增加三趴到五趴 是講話的課題 所以你看陳時中 他講話很簡單 他把吳思瑤 林楚音 何志偉 高嘉瑜 林唐索 全部有的叫發言人 有的叫督導 有的叫主委 可是共同點是什麼 他把民進黨在臺北市所有立委都湊齊 他把所有立委都湊齊 他把所有立委都湊齊之後 他在想一件事 你各個立委就各去把你 我們的盤全部洞出來 我在上選項拿到三十八趴 我未來對於蔣灣就要利於不敗 可是反過來蔣灣呢 他停止在三十五趴很久 而且是各大民調 大概都在這個數字 而且他是緩慢下降 從四十五慢慢慢慢 怎麼會有個民調四十二 四十一突破三十八三十七 然後現在三十五震盪 所以如果蔣灣繼續這種佛系方式 就像主持人剛剛講 臺北停止太久 這個很清楚 這個就是所謂的 萬安也停止很久 這個就是陳時中的競選主調 很清楚臺北停止太久 一起手時就告訴你為什麼要換人 因為臺北停止太久 蔣灣變成是被動接球 坦白講你選了那麼久 你從去年你各個地方服務處 不是都在陸續成立了 然後我們也討論很久 我印象中真的比較少 有蔣灣主導的議題 我甚至沒有辦法回想蔣灣上次 講出大家有印象的政治語言是什麼 我坦白講我現在一時之間沒有辦法想到 所以對蔣灣人來說 如果繼續維持這種佛系打法 很簡單 你就是要被陳時中超車 那你如果想要 盡可能多拉個三趴五趴的票 你一定要改變嘛 所以我覺得蔣灣人決策權 一部分是蔣灣人個性使然 他不想太衝撞 可是另外一部分 我認為他決策權可能要擴大 你剛剛講的 我先講兩個 第一個就是他們有講說 你如果叫蔣灣人這時候改變的話 他的人設改變 會有很多原來支持者 會不習慣 就蔣灣人什麼時候跟李正浩一樣 要去跟個鬥技一樣 他沒有辦法接受 第二個就是 你剛剛講說 這個時間要打這些的話 可是對蔣灣人來說 他就算提出像這樣一些 你說在論調或各方面 他這時候就算再怎麼講這些 他能夠 會不會因為講的這些 反而把他原來支持者 全部都丟掉了 我覺得第一件事 失敗的人找藉口 成功的人找方法 你現在跟我講說個性不合 不應該這樣做 那你怕樂就不要進廚房 你今天要選舉 那你要選臺北市市長 而且你面對是沙喀都 而且你面對是民進黨全黨 請朝來打你一個 你說我要文良公 減浪千 你要浪什麼 第二件事情 誰說鬥雞 就一定是尖酸刻薄 你如果真的找到臺北市哪裡做不好 我正大光明的提出這個政策的解方 哪裡不對 對不對也是啊 你可以走你的路線啊 你真的把臺北市政策羅列下來 哪些需要改變 你講話安倍三件 講話十件嘛 你列十件出來嘛 然後告訴這個要改 重陽紀老金我覺得就第一件 你搞現在重陽紀老金 被臺北市政府黃珊珊自己收割 說明年發重陽紀老金 對不對 你去基層難道每一個老人家 幾乎都在罵重陽紀老金吧 所以說你列十件 你也可以不要結尊刻薄 也可以穩重一點 然後穿西裝打臉開記者會 你的意思是說像重陽紀老金 這件事情 他可以直接說我要發 對啊 不是等黃珊珊他們說要發一千二以後 我說我加碼到一千五 對啊 對不對 那個加碼跟主動說我就是要發 那個是狀況感覺不一樣 所有被主被動那個差很多 現在腳彎都在跟牌嘛 對不對 發牌權都在黃珊珊 都在陳時通身上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 我真的 因為腳彎真的是一個 讓人家討厭不起來的候選人 現在我就蠻討厭陳時通的 可是腳彎是討厭不起來的候選人 可是你看他這樣 不溫不活 就會這樣覺得 那你這樣子 最後是陳時通會贏的 因為陳時通 我再講一次 這種格局 陳時通不用拿到四十趴四十五趴 他只要拿到三十八趴就上了 他把民進黨基本盤兜齊就上 而且我對民進黨 如何把民進黨的基本盤兜起來 很有信心 民進黨最會幹就是這種事情 所以這樣選到我覺得 從政民調可以解讀很多事情 甚至幾乎可以預言最後 結果長什麼樣子 就在於此 所以腳彎如果不改變的話 可能最後就輸個兩趴三趴 習敗 可是敗就是敗 我覺得BA4BA5應該還好啦 為什麼還好 因為陳時通不是指揮官 因為陳時通選舉卡嘛對不對 那他現在就去選舉了 那由真的專業的來當指揮官 我覺得我們台灣防疫BA4BA5 我是真的是非常信心的 應該還好 不是說真正專業 我懷疑你在臭 但我沒有真 這意思是陳時通不專業喔 沒有覺得最近 指揮的東西蠻有條理的嗎 對不對 剛剛做的事情都做啦 對不對 然後政治化也不要那麼介入 所以我覺得疫情 然後也包含台灣人民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確診過了 坦白講 你確診過後 剛剛前面在開玩笑 可是你確診過後 BSBA5 很多人都覺得 可能就是感冒嘛對不對 其實恐懼感確實在下降 這是一件事 那論文門真的很大 論文門真的很麻煩 因為現在包含 不要說我 就是說包含連民進黨的朋友 在談到林之間的論文門的時候 都是用近代九月台大裁定來說 那如果前提是如果民進黨 沒有強力介入這個台大裁定的話 就讓台大有行政空間 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這裁定是有機會 因為我的眼光是 因為目前是一二張抄八頁 一二張抄八頁跟三四五張抄八頁 也是不同概念 一二張是文獻回顧跟 文獻回顧跟 一二張抄八頁跟 三四五張三十實驗設計 然後實驗結果還有結論 這邊抄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台大如果裁定完 一二張的話 我認為很大機會是有瑕疵 可能要補證 那如果是三十五倍台大檢驗完 發現三四五張有抄襲的話 那可能整本就是reject掉 那整本reject掉的話 就像剛剛創下哥講的 保持距離以側安全 可是距離越近 我不是這樣講 我是講說 保持社交安全 那是交通部的事情 就以車安全 可是問題是 距離越近一定受傷越重 第一個桃園一定受傷 新竹已經受傷 雙北可能受傷 然後台南高雄沒事 對不對 這很好理解 所以這個炸彈是連動的炸彈 而且一炸至少炸兩個事 一個是桃園 一個是新竹市 對不對 然後雙北有可能會被炸到 略炸到一點點 然後高雄跟台南因為太遠了 所以沒事 所以這件事情 當然會有影響 這沒有辦法猜什麼隱性嗎 就坐在那邊等著炸彈嗎 這件事最麻煩 因為他是在處理 過去已經發生的事實 你如果給你這些時間從頭 他保證一個字一個字自己寫 寫到流血也會寫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現在 這件事沒有辦法改變 說要嘛就是強力介入這場審查會 不管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介入 而且民進黨一定有怪招想法介入 或是用另外一些方式 我的意思是說像譬如 你看最近 你們大家都說 如果沒影響這麼大 可是最近出來一個民調 他跟張燦燦之間大概差個5%左右 對 我就說那時候 那鬧得這麼沸沸沸沸沸 就差5%左右 如果時間一直就算到9月 那個影響性還會變這麼大嗎 如果在這段期間 難道民黨不能用 因為周文燦是一直帶著他跑嗎 就想盡辦法 雖然張燦燦講說 哎呦看起來好像周文燦在選第三屆 這沒辦法 人家可是連任 然後要交到下一棒 他一定會支持他的優勢嗎 他如果在這兩個月裡面 想盡辦法把他的民調盡量衝高 我想辦法跟你拉開 就算論文門出現 什麼樣一些裁定的結果 受了一點傷 那大不了打下一點折扣 大家從頭跑嗎 這種事有點像是起訴跟宣判 起訴是一件事 判刑都是一件事 你起訴的時候 大家還有得拗嘛 司法不高 起訴要講說 到法院的時候 會還我清白 而且那是檢察官 個人偏僱的幹嘛 我到那再說 判刑直接抓進去關 就是說我覺得有這種落差感 就是說你現在當然還可以跑 然後你可以有個緩衝的空間 可是到九月的時候就是判刑了嘛 而且這個判刑又不是什麼 司法不公你可以喊一喊 這九月是台大要裁定 而且你要知道台大裁定 一定會非常明確的事實證據告訴你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裁定 因為這些論文審查 對於台大老師來說太擅長 他們每天都搞這件事情 他一定會有 這個裁定書一定有理由 那如果只是瑕疵的話 我覺得可以過關 瑕疵就可以過關 可是如果你說整本抄 他對啦 邏輯上他們一定要會掉一點 可能會掉太多 會斷崖式的掉太多 所以我覺得九月這件事情 對林志堅來說 應該真的是壓力蠻大 那當然對於侯友宜 或對於國民黨 新美式狀況是這樣 我覺得新美式 但是我認同東曹哥分析 侯友宜會掉一百萬以下 他說幾件事情 上一屆的侯友宜 我還不敢講他一定掉 你已經說到一百萬 我也覺得不一定 我真的不一定 沒有兩件事 上次侯友宜的一百二十萬 是一百一十六萬 對一百一十六萬 是在不正常的選風下 他達到一百一十六萬 韓流 你說是因為韓流 對 因為呢那個時候韓流 幫各個縣市 很多縣市都多了一席議員左右 你算一算其實我認為 以侯友宜來多十幾萬 是很正常的 寒流在2014年 台灣有個大氣候 叫做柯文哲 2018年台灣選舉 大氣候是寒流 可是2022年 是個很無聊的選舉 大家可能因為疫情 然後還有候選人 個性使然 所以今年可以疫情 投票率一定會掉 投票率一定會掉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侯友宜一定會掉十萬 我覺得一點都不過分 那你說恩恩案沒有受傷嗎 額案沒有再讓他少十萬嗎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很好 所以未來綠營 林佳龍陣營會一直不斷 最起碼剛才講 對 一個月或什麼什麼 報告只要審一次 或是中央那個指揮中心 莊人強他們只要講一次 大家就會講一次 對他來講就會上一次嗎 我覺得三塊已經 編輯效益已經 已經遞減了 可是你說恩愛沒有把侯友宜 打掉十萬票 我打死不信 對不對 那大氣候投票率低 沒有低十萬票 我也不信 是有機會在一百萬以內 可是還是贏 我們現在談的還是贏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林佳龍困境是什麼 就是主持人說的 除了恩恩案之外 你侯友宜下個破口是什麼 你總不可以一直講恩恩案 因為現在邊境消息遞減了 所以這是林佳龍困境 因為只剩四個月 不可能打組織 而且沒有挑戰者在打組織 你挑戰怎麼打組織 你組織再綿密 國民黨在新北市值得十六年 周錫瑋四年 朱立倫八年 侯友宜四年 國民黨在新北市十六年 所以國民黨組織一定比較綿密 然後呢 那對於林佳龍來說 不可能去四個月 還一個個去挖莊角 一個個去綁莊 等等來不及了 怎麼可能 我們那天在節目裡面算過 我現在到以臺北市 臺北市好像四百五十六個里 臺北市每一天要跑三個里 而且新北比臺北大到榜 所以不可能 他們組織最多 就是從舊有的 正國會系統下去 洞下去 那蘇系我們可能幫忙洞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 什麼叫幫忙洞一點 那其他系呢 鷹系啊鷹系啊 新北市就是三個 鷹系蘇系跟正國會是最大宗 最大宗要洞起來 了不起就是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 你在空災上面 如果你沒有辦法 搶到恩會案的下一個 破口的話 你就會真的 找不到選戰的理由跟節奏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林家長的困境 是在這邊 那侯友宜當然是有他的困境 他如果真的不幸沒有說中 跌破一百萬以下 而且我常常會說中 跌破一百萬以下的話 那二零二四的侯友宜會想嗎 也沒有了嘛 所以這些事情我覺得 整個看起來應該長這樣 算下 二零二四對侯友宜來講的話 當然本來媒體有報導說 他本來有考慮的方案之一是 不選二零二職工 那後來發生 中間發生一些波折 他現在鬆口等於是 確定要選二零二 選二零二以後 是要看票數 才去決定二零二四嗎 還是其實光潛在我們前面講說 如果選二零二 就不會再選二零二四了 因為你再選二零二四 有人說跟韓國瑜當初去選 有什麼不一樣 雖然多了一屆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的話 他根本不在乎前面那一屆 是這樣嗎 他選二零二二 他當然可以去選二零二四 可是結局也就知道了 那等於選了等於沒選嘛 所以其實他就已經宣佈 連任參選之後 他就已經 就不選二零二四 因為二零二二 今年投票對不對 12月25號交接 交接之後明年 二零二三過完年 總統大選開始 總共四十天 他就要去參選總統 這個東西絕對台灣人 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他只要選了以後 他連任下去 四個月 四十天後就去選總統 你說這個東西在台灣 我相信就算他一定要選 國民黨內也是落到沒有人 可以跟他競爭 到時候他就是韓國瑜那種狀況 絕對是完蛋的 而且現在你會看到這個狀況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啊 你知道當他整個恩恩案出來之後 整個人色開始出了問題之後 誰最積極幫他宣佈說 他要參選連任 黨中央嘛 黨中央是積極的努力 幫侯友宇宣佈 所以侯友宇現在是被連任了嘛 而被連任之下 所以他現在也只有下去 可是現在你會看到 林佳龍出來之後 當然他要贏的機率不大 可是不大的話呢 第一件事情 恩恩案裡面 不只是侯友宇的人設 被整個開始有很多的破滅 很多的破壞 而且呢被人家看到侯友宇 處理事情的時候的 應變能力 所以看到現在民進黨 在針對他打的 都是這個應變能力 所以那些議員啊 那些立委啊 最近抓著恩恩案 繼續帶打 而林佳龍把他拉高了 以下就是在陽明山 我也看到他 新北市 現在繼續打的 林口交流道 那都是針對侯友宇 所以民進黨 現在是說 不見的是贏 但是他們現在發現 侯友宇要回應 侯友宇如果不回應 而且最近就從侯友宇的 看起來是侯友宇自己 又凸顯了 當他真正的事情來的時候 侯友宇的反應能力 是有狀況的 OK 林佳龍只是跟蔡英文 吃個飯出來了 侯友宇自己在三峽那邊 就開始講說 他開始主動的回擊 跟他過去的時候 非常氣定神奇 市政優先不一樣了 又開始去扯到陽明山 那扯到陽明山 民進黨就很高興嘛 在網路上 開始重新討論 陽明山的大群管 所以 這裡面其實是 侯友宇在這個狀況裡面 凸顯的是 他的團隊 不是一個 非常綿密的作戰團隊 出了事情之後 他的團隊 也沒辦法幫他處理 所以現在 不是要贏掉侯友宇 而是拖下去 如果侯友宇低100萬票 他還有臉說他要去選總統 也沒有臉 當然 我相信黨中央 國民黨黨中央 也熱線這種情況 所以小青 對你們來講的話 恩恩是對 不只是和友宇 一個新北市長 甚至未來的總統 到底人選上這些 他都有間接一些的影響 那論文門這件事情 你們未來 會所有地方 都去打論文門這些嗎 而這個論文門 現在看起來 大家都在等著台大 跟中華大選那樣 包括審定委員選出來沒 我先講一下 審定委員的這個問題 那台大的規定是 這個社科院 他們要組成委員會 然後呢委員是 由匿名投票的方式 三分之二通過 但是委員是哪些名字 我們一定都會知道 那所以說現在 就我知道 是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沒有人敢接委員 因為教授一定都看過 都覺得說有抄襲 但是問題 如果你進去投出來之後 那這件事情 台大的論文案 他牽涉到的是 國安局長 牽涉到陳明通 再加上教授 他們很多研究計畫 跟經費 都是來自 教育部去補助 所以很多人他們是 科專業 台大會這樣子嗎 不止 因為你這樣講 等於會質疑到 台大教授的 我覺得 我是 誰的叫做打 我理解到的 我問過很多 就真的是很多 他們找 有找不到人的情況 那我希望這樣講了之後呢 大家 願意鼓起勇氣 你不同意 台大怎麼 你現在就講這個 那台大怎麼辦 沒有啊 就是就是 我只是講出事實上 現在審定委員 找不到人的事實 我覺得是先把那個 台大教授 社會社會 社科所裡面 有接政府補助案的那個教授 全部都先列出來 讓我們看一下 剛定我講的是 新聞上面也有報導 第二個是 你可以講說 比如說政治系的 比較偏藍一點 可是這樣就談不 就沒辦法解釋 沒有這個能力沒有關係 這個能力沒有關係 因為真的就找不到人 不然你問問看其他的這種消息人士好了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情況 新聞有沒有做報導 那我們舊新聞的報導 跟我們所了解的情況 就是現在找不到人的問題 好這樣 小舊我畢哥來 進去 台大的校長廣東銘已經說 沒有 小新講的這種狀況 就是審定委員有 那現在小新講的就是假設 就是他的質疑的部分 會不會有人擔心 這是他的陰謀論 到時候不敢來做平信 怕得罪陳明通 怕以後跟政府申請經驗 他不到 這大概已經預設未來的判定 如果對林志堅有利的話 他也沒必說 受到壓力 所以這份報告不可信 我覺得台大是一個高度自由學風的一個 藍綠手都伸不進去 校長全局你們手經常伸進去 發生什麼事 你問廣東銘嘛 他現在當校長 難道你的學校的手被政府伸進來嗎 廣東銘現在是校長 而且現在社會院 社會院這個院長 如果你要有講的話 他也是有政治背景 所以我說不要 你先不要先用一個陰謀論 政治陰謀論 就把人家套好了 都好一句話是什麼 那擺明了就一樣 講到什麼樣都不相信 趕這時候把手伸進台大 一定有人知道 一定有人知道 那民進黨會整個垮 我同意是因為10月8號 台大的新校長叫出來 對 現在內部非常複雜 所以有人伸手進去 一定會狀況 但是現在呢 你就問一下什麼 兩個月的狀況 拖這麼久 新政已成之後 就各種想像 所以兩個月之後會變成 不管怎麼樣 影響很大 但是另外一件事 我要奉勸各黨 因為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絕可能會是卡管案 中產階級 在觀察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這個時候牽涉到學校 非常重要 教授 他們當然有很複雜的 包含人際關係或什麼 可是千萬不要亂打 比如說我是新竹人 我在新竹長大 中華大學工學院起家的 十一個地方上的士生成立的 所以國民黨在那邊亂打 你不要去侮辱到學校 不要去侮辱到學校 不要去侮辱到教授 因為到時候的反作用力 不是只是林志堅 而是對學校 所以像國民黨 費洪泰勸他 其實我在新竹那邊 很多人都很生氣的 可是費洪泰 你現在講的是哪一件事 說學店嘛 當然不是 也是論文的延伸 就是延伸 所以這件事情奉勸兩黨 這些時候 中產階級高自治分子 在看的就是 兩黨的態度 因為會決定他們對這個狀況 所以當然是 打很多預防針 大多數的老師跟學生 大多數的老師跟學生 一定都是認真的 包括在職專班都一樣 像我們從那個 臺大的政治在職專班李明賢 他就有把他的論文 送進去系統裡面比對 他第一次去比對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寫出來 大概有快20% 他退回去繼續修正 修正到最後的結果 比對是多少 只有10%而已 這就是一個很認真 在職專班裡面念書的 那他的老師 一定也很認真 所以出席率 很多教授很認真 李正豪是我同學 他只是四次沒出席 他就被退學了 很多都很認真 最出席率高是一定的 剛好今天我們碰到的就是 陳明通 擺明就不認真 因為 你那個余正煌 你也是他口試委員 那你如果覺得人家 是超齡之間 你當下就不能讓他過 你光是讓他過 這個就是教授不認真 所以我們是單就特例來講 那因為現在就有傳出 包括像郭正亮 他也是公開講說 他瞭解到的是很多老師不敢接 那我們主要講這個東西是說 希望大家可以勇敢一點 你進去你要做什麼決定都可以 你們進去 你們也可以自由的投票說 你認為沒抄襲啊 那就是你最後的這個結果 你判定出來之後 大家還是會有一個公平 就像創下哥所說的自由新政嘛 所以我其實也不覺得 台大的審定委員會 如果投出來之後 是說他沒抄襲 對林志堅就不會有影響了 我其實不這樣看 但是總之 老師們要先有勇氣去擔任 這樣子的委員 才能讓這個程序繼續進行下去 那小秋我到前面講說 像恩案對於國民黨來講的話 你們會怎麼樣看待這件之間 不只是新北勝過2024 我認為對侯友宜是一件好事 就是說他必須要脫離 本來的歲月靜好的 這樣子的一個氛圍裡面 因為我們可以看過去新北市的例子 新北市其實是很搖擺的 先前朱立倫在選新北市長的連任的時候 從民調上看他可以大贏30萬票 但最後只贏多少呢 只贏2萬多票而已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太沒有衝突性了 所以林佳龍這樣子 每天照三餐問候侯友宜 侯友宜他從被迫要回答 到他主動要回籍 那這個事情會讓侯友宜的選票 有機會能開得出來 否則我本來最怕的是什麼呢 新北市的民調叫好不叫做 民調很高 但票開不出來 那結果還是一樣的 國民黨的台北市黨部的黃呂錦茹主委 我覺得他講的很實在 這個為什麼說不一樣呢 以前不管是你說 你說郝龍斌啊 那個選人的時候 那時候雖然沒有這個優勢 他有地方優勢 他有地方執政的優勢 要不然就是有中央執政的優勢 他這次蔣萬安來跟著三個人選 他既沒有地方優勢 又沒有中央優勢 這種狀況只有誰碰過 丁守中碰過 就是二零一半 丁守中碰過 既沒有中央又沒有地方 可是丁守中還有一個寒流啊 二零一八對 二零一八丁守中有寒流 那請問蔣萬安現在有沒有 沒有 既沒有中央又沒有地方 也沒有寒流 你說要喉流 喉流好像起不來 對他沒有那種強而有力的方式來幫他 所以黃呂錦如講得很實在 這次蔣萬很辛苦很難選 但是黃呂錦如說服自己說一定會贏 對 說服自己一定會贏 那講得出 讓大家都能接受 為什麼會贏 那記者就問他說 為什麼他說一定會贏 因為我們有信念 所以一定會贏 然後再問就跳針了 對 那他說服了自己 講的都是非常肯定 這對的 因為他是主委嘛 他必須要這樣講 可是蔣萬安現在要突破一件事情 今天長鄭文燦也說了 我覺得說的倒是蠻貼切的 蔣萬安比較欠缺溫度 什麼叫溫度 不是說跟著去跳土風舞 去滑龍船就是溫度 而是要講到人民的心坎裡 我心裡 我心裡要講什麼 我還沒說你知道了 這叫溫度 那這些東西 你說誰這麼厲害 你要透過里長 你要透過地方的里長 用里長告訴你 那戶信尧他們家很多意見 什麼意見 對 里長跟蔣萬安講 蔣萬安就針對你需要 我來告訴你 信尧這戶真的很多意見 沒有跟里長超好 都挺他 我說一定 你一個里長知道哪一家 哪一戶怎麼樣 一個里裡面 一定知道哪幾戶 是比較難搞定 然後哪幾戶 是反正家投票會出來投票的 那你就要去經營 那種特別難經營的經營戶 你進去跟他講 你只要一嘴講出來 就是他心中最軟最痛的那一塊 我告訴你就抓 這叫溫度 溫度不是說帶著溫度計 就量得出來 溫度要透過地方的里長 提供給你足夠的資訊 然後你就針對這個資訊 要做出規劃 不是打高空 不是講政治話語 你一去就告訴你說 我知道你哪裡痛 應該怎麼樣 應該怎麼樣 那可是我現在不是市長 未來如果是 我可以給你 對 這不叫開支票 這叫做體恤民情 講完缺這一塊 那講為什麼缺這一塊 因為里長都跟著黃珊珊跑 因為里長跟著黃珊珊跑 他覺得我跟你講 不如跟黃珊珊講 黃珊珊現在就是副市長 我跟他講他明天就可以做 那講完你就要突破這個盲點 所以我講嘛 可是我們黨有很多市議員 像博弈他們也在地方上跟里長一定 一定都很熟 他們一定也會透過這樣一些的方式 對對對 就是講完 沒有把這些在地的這些經營者 很仔細的挖出他心坎的話 而是去想slogan 而是去想一些創意 那這個創意對選民來講 真的說句實話距離太遠了 因為你說無限大嗎 對 光是要懂那個無限大 你就要想很久 那你不如這個是logo而已 你不用想那麼多 那這個logo 我直接點到你心中要的東西 所以里長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說 這個選個市長 叫白禮猴 你每個里長 你都要搞得很清清楚楚 你否則那個里長看上去 還不要跟他講 他聽不懂 那黃珊珊為什麼跟黃珊珊講 一聊聊三個小時還要加碼 就是因為我今天跟你講 你明天可能就可以做 那麼這一次民進黨為什麼非贏 真的非贏不可 民進黨虧欠臺北市 我為什麼這麼講呢 誰叫你扶植的柯P啊 真的啊 真的民進黨虧欠臺北市民 那些我們國民黨還就可以 對對對 兩黨都可以玩 民進黨虧欠臺北市民 先把政策拿出來吧 因為你們當時里讓了柯P 讓這個市長 讓臺北市在原地踏步 所以他真的是里讓 那可是現在不會里讓 那國民黨你要爭氣 我說為什麼要爭氣呢 因為柯P做不好是事實 大家都知道 可是國民黨要把你的牛肉端出來 那牛肉不是端出一大盤牛肉 是把牛肉做好了菜 送到民眾的手上 你給我一盤生牛肉怎麼吃啊 野人 對不對 你要他喜歡吃紅燒的 他喜歡吃蔥爆的 還是他喜歡吃清燉的 你要把每一戶搞得清清楚楚 對症下藥 然後你這樣才叫有溫度 所以講完缺這一塊 那他的輔選團隊有沒有辦法 你就像把李柏毅這種這麼這麼 這種深根的這種議員抓出來 因為他們一定會跟好幾個里長都有連結 那里長的事情告訴柏毅 柏毅再去跟他講 然後每個地方要講不一樣的話 這不叫做說是狡辯 不是 這叫做每個地方應地質疑 你到景美去 你要講景美鄉親需求的 你到這個臺北市松山區 你要講松山區的痛 你到社子要講社子的痛 他的痛就是我的票 你要這樣想 對 將軍剛剛講這個柏毅 對外國來講的話 那個溫度他是真的有這方面一些的問題嗎 那除了這個以外 你們會在未來主打 包括連雙北之間雙城河壁 類似像這些 對侯友宜來講的話 這一仗在面對林家榮的時候 你們會怎麼看 我老實說 臺北的選舉 以往大家都認為是國民黨比較強 北部國民黨強 南部是綠營比較強 決戰中臺灣 但是這回很明顯的 大概蔡其商可能已經倒一半了 所以大家後面來看台中了 北宜了 我認為台北有幾個最重要的 不用說台北新北桃園 民進黨老實說 現在的狀況 我個人認為林家榮 這鐵三角已經倒掉了 林家榮個人他有一個狀況 其實跟萬哥有點像 就是他個人魅力 老實講可能比萬哥還差很多 這個他要去想贏侯友宜 真的不會這麼容易 接下來 他會不會就是第一個少數為贏 就是把跟上一次的選票拉近 第二個像剛才嘉宇講的 他天天只要問一句話 2024就被算了 他會不會天天就問這個東西 我老實說好了 少輸而贏的狀況 不夠帶動台北跟桃園的氣勢 不行 因為這個是大家很接近的狀況 誰能夠搶得上風 誰就贏 然後再講到桃園 桃園無疆之後也會討論 包括林志堅 你說論文案 論文案還沒有結束 因為九月份還是會有檢查報告 那時候勢必會再有討論 不管結果是如何 至少上到九月底十月初 這一定的 台北呢 台北陳時中 我覺得他狀況在於 他可能真的算是政治素人 所以他在回答很多話的時候 我認為實在是不夠仔細 很簡單 我們就講他們 今天講這個 關於自由業的事情 陳時中怎麼說 他說他這個政務官 是屬於自由業 是屬於隨時可以來 隨時可以走的 好啦 我就當你政務官隨時可以來 隨時可以走 但是你不要忘記陳時中 你當衛福部長 所以才兼職的什麼職務 防疫指揮官 請問一下 你那個衛福部長 隨時可以來 隨時可以走 你防疫指揮官 也是隨時可以來 隨時可以走嗎 你這話一講出來 直接被他挑戰嘛 你是不是對於防疫的態度 就是屬於 我隨時可以來 我隨時可以走 但是哪裡有責任 我就去哪裡扛 只要那個責任是我想要的 剩下的不關我的事 這個一定會被拿來做操作 所以我說陳時中 他可能真的是素人 所以在回答上面 細節很不仔細 也就是說這個問題 如果不解決的話 我敢講 選政到後期壓力越大 身體越累 你講的話會越來越奇怪 大家都知道 亂講話 你選在選到後面 會選到 跑到後面撞牆一樣 真的 你問他什麼 反應不過來了 甚至是亂回答都出現 可是這個時候 比的是什麼 比的是穩定度 當然現在講法委員 大家會認為他的可能爆發力不足 色彩亮度不夠 可是萬個好處是穩定 定度很足 這個至少會讓我們 整個選戰 我們有把握是達到結束 不會出錯 但是陳時中的狀況 能否也達到不會出錯 老實說我現在個人是懷疑的 尤其是他現在 連他要不要選都還在扭扭 年年 早上參加那個王山群社宅活動 說他這個沒有準備 要還不確定 下午的時候就說 有責任我來扛 隔天再問他說 那你既然要走了 那你衛福部長 你的指揮官 他什麼時候辭職 你有什麼想法 一切都還沒有定論 拜託你要選台北市市長 這是很重要的職務 不管是防疫還是選舉 你都必須要把話講清楚說明白 這才是台北市民想要看到的東西 跟很明顯的陳時中到現在 講不清楚說不明白 這個問題接下來還是持續會發酵 身為我們藍營 我一定會打這個問題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宣佈 你的參選的 包括你的市政白皮書 包括你的時程 包括你所有的相關選舉事情 給我個時間 然後你要什麼時候辭職完之後 決定好你的技能人選 都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 你現在不是把責任防疫的丟完之後 就去跑去選舉的責任啊 防疫現在沒錯 的確疫情感覺比較緩和 可是每一天還是兩萬例上下 離世的人還是百人上下 甚至了畢業4.4 畢業4.5 八九月會不會再捲土重來 都還不知道 你可以大啦啦的說 你防疫已經結束了嗎 這個問題勢必會挑戰陳時中 剛才博弈講的家宇他說你們的鐵三角 有一角已經倒 另外一角您直接還要面臨到九月 他直接這樣講 我覺得李博弈跟現實脫節 首先他講陳時中的什麼什麼講話亂講啊 選到後面會 他跟民眾認知完全不同 因為陳時中在擔任兩年多指揮官以來 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是高抗壓性高EQ 然後回答記者的問題 當然大家都會認為說他的回答 非常的這個有理有據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超越一般政務官 所以那時候大家才會對他有期待說 他比一般政治人物更能夠去回應 不管是民意或者是比較接地氣的一些問題 能夠讓大家覺得說 你確實是懂民眾在想什麼的一個政務官 相較之下蔣萬安他剛剛說穩定度高 與其說他是一個白開水 不如說他是一灘死水 蔣萬安根本就是大家對他無感你知道嗎 參選到現在除了長得好看之外 藍營的權貴然後王子復仇記等等 貼在他身上的標籤 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一個蔣萬安 可是這樣的一個人相較之下 跟黃珊珊的對比就是在藍營裡面 是有藍營權貴跟像黃珊珊這樣子 同樣是藍營外省出身 但是他們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拚 然後才有今天不管是你說 鑽村子弟出身 但是能夠在政治上有一席之地 那個對比是非常鮮明的 而且蔣萬安的出身 其實對某些藍營民眾 是有相對剝奪感的 所以為什麼一些藍營的民眾 在看黃珊珊跟蔣萬安的時候 他們會心繫在黃珊珊身上 因為他認為說 這是他們努力的象徵 甚至我也接到一些民眾 就認為說黃珊珊跟蔣萬安 他同時都很熟 但是他寧可支持黃珊珊 因為他認為黃珊珊的親和力 他認為黃珊珊跟蔣萬安的 請問一下你們會擔心 那個九月份林志堅的論文 然後到時候 包括報告出來這些事嗎 林志堅的論文問題 就是林志堅他自己要去面對 就是說到現在 他寫三角的小一角 不是到現在為止 就是說這個論文問題 林志堅他堅信 他已經沒有抄襲 就是說這個問題 就是人家抄襲林志堅的 不管是主科管理局 都是林志堅寫的報告 或者是說台大的論文 也是這個學長余正煌裡面的內容 跟林志堅雷同 那這個也是林志堅原創 這是林志堅的說法嘛 那所以一直到九月 這個說法會不會被挑戰 或者是說結果會是怎麼樣 那當然我們也會持續的觀察 那當然如果說這個東西 最後認為是林志堅是抄襲的話 那當然會衝擊到年輕跟中間選票 這個不可諱言 所以我們也一再強調說 民進黨對這個事情是要先去了解 但是如果說現在林志堅還是這樣堅持 而且黨中央也了解了 那可能代表說我們已經認證過 這個不會是問題 所以到九月這就不是問題 也不會如李博弈所說的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這個 在九月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看起來我覺得論文這件事情 包括鄭文燦 包括林志堅 包括我們黨中央都非常有信心 不會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問題 我覺得要做好心理準備啊 不要太樂觀 沒有做好準備問題就很多 我先講 可能我們跟委員回到平行世界了 他說大家覺得陳時中很認真 我這邊聽到都是陳時中只會講一句話 我負責 什麼都我負責 三加十一我負責 多少人民離世的我負責 但負責是什麼責任 選舉的責任嗎 到後來 攤子一丟 現在準備選市長了 到現在他是衛福部長 加上他是防疫指揮官 他都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防疫總指揮官 不去參加每一天的防疫記者會 跑去參加一個地區的社宅 的一個視察活動 你告訴我你覺得適合嗎 我覺得不適合 我認為他真的是應該 斷了之後再去做下一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OK 我不會批評他落跑或不落跑 是他個人的決定 但問題是你把那件事情 不要當個渣男一樣 前面的不會分 後面的一直來 你好好先處理前半部吧 我現在就確定我要辭職 我什麼時候辭職 我交給誰 學部的事情都做好 交代好之後 我要出征 代表民進黨選台北市 提出好的政見 代表辯論 我覺得完全認可 但現在是狀況什麼 講得愛愛妹妹 好像宣布給選台北市長 是很丟人的事一樣 不敢講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民進黨裡面 要好好想清楚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也是為什麼台北市市民 對於陳時中 感覺越來越差 這是民調都顯示得出來 所以我只要講 對於官方而言 當然你說是死水啦 還是什麼水 我覺得 絕對有需要加強的地方 但是如果再說什麼 九月多之後 黃珊珊副市長 會跟蔣萬安委員的民調 黃金交叉 夢裡才有啦 我就直接這樣講 我就直接這樣講 很簡單 我就直接說 夢裡才會說這事情 為什麼很簡單 陳時中弱不弱 絕對不弱 不用看了 我認為四成基本盤 我認為真的可以達到 絕對超過三成五啦 四成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在台北市有沒有這麼弱 沒有弱到那種程度 三成五也起跳 剩下的只會是多少 兩邊三成五起跳的話 就只剩三成 但是還要加上大家有一些 不出來投的很多嘛 黃珊珊真實在民調上 我認為陳時中著 確定宣佈參選 黃珊珊民調最多 不會超過兩成了 那就那個上下 但是當你一直進入到最後大選的時候 那兩成棄保一定會超多 OK 我們也是不要這樣做 要不然如果我們不把黃珊珊票 從那邊拿過來的話 講完的確是分享的危險 所以我說九月份你說會不會黃金交叉 我認為真的不會 但國民黨要怎麼樣能夠持續的加溫 而不要是宣佈極高點啦 才是我們國民黨接下來要做的方向 來來慧政長 我覺得其實就剛剛小五哥之前有提到 其實現在民進黨的政策只要鎖定 我就一直挑戰柯文就柯文就柯文就柯文 你講話你每次講話又沒梗 然後每天都跳苦風舞 那誰會去訪問你啊 那你慢慢就邊緣花你就沒去啊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因為藍營自己的一些小雞啊議員們 大家也在觀望對不對 如果說發現 蔣萬安這邊的媒體的 什麼攝影機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你還會去幫他拉臺嗎 不可能嗎 你一定也是開始參與 在黃珊珊那邊 是歸大餅嗎 絕對不可能 這話要講 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所以到最後就會變成是 我覺得我真的相信黃珊珊珊的九月黃金交叉 我覺得可能性滿大的 蔣萬安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外號叫冰宮 就很冷啊 我們以前去冰宮留冰有沒有 冰宮很冷 他就沒有梗啊 那家人家說 你是天龍國王子 他怎麼說 他說 哎呀這個民主國家沒有王子 這什麼回應 你好歹說 對我小時候最愛吃王子麵 這也是個梗啊 或者說 我小時候看了莎士比亞王子復仇記 我今天要幫誰復仇 我要幫這個拿不到這個 近老年輕的 近老親切的老人家復仇 我要幫這個沒辦法在大巨蛋 打棒球的年輕人復仇 我要幫那個社子島的居民復仇 你可以很多復仇 這段比剛王子麵好一點 這段比剛王子麵好一點 或者我一邊吃王子麵 一邊看王子復仇記 也可以啊 我們小時候 或者我是很擔心 他小時候沒吃過王子麵 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們王子麵一包打碎 然後胡椒粉放進去 然後每個人一個人一口 我分了同學吃 吃到最後還要拿水泡進去 把水泡進去 我們現在是同階級 他可能會不會也沒吃過王子麵 我不曉得 因為他貴族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一個回應 回應得這麼的無聊 他說現在是民主國家 沒有王子麵 我就想好像 沒有王子麵 天龍婆 你去把我抓隻龍出來 對 還要說太陽餅裡面沒有太陽 老婆裡面沒有老婆 這個很無聊 這比喻嘛 還真當真 說現在民主國家沒有王子 所以我真的覺得 太無聊了 無聊到真的 就每天在那邊搖腰擺臀 跟阿公媽在那邊跳舞 然後去菜市場走一走 這個不是選市長 我覺得他在選4億 OK 其實這個今天王必勝 他也講得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 他們今天這本書叫什麼 戰役堡壘 對 主要是要講這個集中檢疫所 的這個奉獻 這兩年多的奉獻 那其實在這個 當初這本書 在這個政府的資訊 這個出版品的資訊網裡面 他就直接寫明了 出版日期 4月份啊 2022年的4月 4月就出了 對 等於說這本書在4月 就已經準備好了 結果呢 結果王必勝就說 這本書本來不是 現在要出的 早就想要出了 結果碰到疫情 碰到疫情 把整個局步調打亂 所以才拖到現在 那他說現在確實比較敏感 王必勝用敏感來說 這個是很有趣 但是呢 大家如果回想一下 從王必勝貼了那一張 上個月 他貼了一張 大家在那個指揮中心 開會的那張照片 然後歌功頌得了一番 這個陳時中部長之後 大家就說 好像是不是 部長準備要去選舉了 然後呢 一路到7月初 我們的這個莊仁祥 在記者會上面說 我們的指揮中心 防疫做的有多好 說都是世界第一啊 世界結果 那個疫苗接種率還被我 那個打臉說 其實是第二 不是第一 那等等的這些鋪排 就是為了要鋪成一個 防疫已經到了一個尾聲 到了一個告疑段落 那加上今天這個 這本書出來 我們已經完成了 所謂的防疫的任務了 那陳時中部長 他就可以 基本上明天 那個民進黨 只會完成徵召 禮拜四 行政院會蘇貞昌 衛冕一下陳時中部長 就批准他的辭成 他就投入了啦 OK 我認為應該就是這個 這個模式 當初陳其邁從副院長去參選 這個所謂的高雄 就是這個模式 所以大家可以等著看 是不是明天徵召 後天請辭 這樣的一個邏輯 大家可以這個拭目以待 那請問一下 你講他起手 是有這樣的一些邏輯在 那為什麼剛剛講 黃珊珊 就一直要在這個位置上面 一直要撐到 撐到最後最後的時間 因為防疫工作 不是選舉工作 OK 市政工作 你站在這個位置上面 有所謂的資源 市政的資源 可是防疫沒有 你防疫是有 有責無權 疫情一旦又起來 怪就怪在你陳時中身上 趁現在大家 每天那個下午記者會 沒有人關心的時候 趕快走趕快走 趕快去選舉 換誰來當指揮官都沒關係 大家沒有那麼關心了 好 這是一個蠻好的時機 確實沒有錯 現在大家對疫情所謂的 與病毒共存 他比較習慣的狀態的時候 陳時中確實是一個出場的機率 好 一個好機會 那其實陳時中的這個浮選團隊 你要知道現在綠營都都在講一個名字 然後聽到這個名字 大家都說 欸是誰 洪國明 他說 陳時中身邊有個最強的浮選人 叫洪國明 他說誰 洪耀福 黃成國 陳明文 合稱洪國明 真的 現在綠營那部就講說 陳時中身邊有洪國明 他穩了啦 什麼叫洪國明 就是所謂的英系操盤 就是二零一九年幫蔡英文總統 把整個局勢把那個他 你說黨內初選的那個時候 對總統初選的時候 幫蔡英文從落後 賴清德落後二三十趴 三個月逆轉的這一群人 現在全部在陳時中身邊 所以你看喔 他禮拜天的時候 才那個選對會 他剛拍板說 欸蔡英文新聞一出來 粉專馬上上線 其實這些都已經鋪排好 就是等一個聲一聲令下 我們就開始啟動 然後一上線以後 馬上就突破多少人 藍勾勾拿到 所有這些全部都出來了 對 所以你看他們的相關的行程 就已經都鋪排好了 包括今天這個來 來做一個新書的發表 他都會說跟選舉外 因為他現在還是衛福部長 是 可是呢 慢慢的慢慢的 他就把這個選舉的氣氛 越炒越濃 那我覺得臺北市的選戰 其實這次關鍵 真的是靠陳時中 才會比較熱鬧 才會比較熱鬧 因為蔣萬安不是說 他不打選戰 是說藍營的習慣就是 我一旦領先 我就保守 可是他這樣有領先很多嗎 或者有領先嗎 當年的連勝文 也是這樣 我以為我領先了 結果就是很保守的打 很保守的打 打到大概七八月的時候 就被抄 黃金交叉過去 反而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現在蔣萬安 最大的危機就是 如果 我覺得可以看一下 七月份的 等於說這個陳時中 參選之後民調 到八月份 是陳時中往上跑 蔣萬安往下的話 我覺得蔣萬安 就要特別緊張了 因為不管 那他能怎麼樣呢 因為每一個人大家在講起來 都覺得蔣萬安或是國民黨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紅國民啊 這樣的操盤手 或是在過程當中 要怎麼樣去攫取 包括媒體的焦點 包括創造這些議題 你感覺起來就 就大家討論一下陳時中好了 黃山安討論一下 可能第一個 就要跟這個小平哥 小平議員請教一下 就是所謂的打戰 那種戰鬥的這種態勢 是不能用這種所謂的傳統的 我就提政見 我就提願景 不是選戰不是只靠這個 選戰還要靠一個很重要的 叫什麼 就是一個人的人設 或說給一個選民的感受 那現在蔣萬安給人比較 老實說他跑到那個現場 一般民眾都會說 啊你是蔣萬 你是蔣萬 你是明星 可是呢大家看一看過去了 就過去了 可是陳時中不一樣 陳時中兩年來 還有給普遍的多數的民眾的感覺是什麼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沒有苦勞也有疲勞 就他給人這個防疫的這個印象太深了 討厭他的人當然很討厭 比如說什麼快篩也好 疫苗也好 這些問題都怪了他頭像 很討厭沒有錯 可是喜歡他的喜歡的不得了啊 所以他是一個喜歡跟反對 是一個兩極化的一個政治人物的時候 問題是喜歡他的人那一票 每一票都會投下去 可是蔣萬安是那種 我喜歡你的好像也還好 我不喜歡你的也還好 那最後呢 在這個所謂最後操作棄保的時候 你可能不見得能夠讓這群所謂 你想要讓他歸對的選民投下那一票 你剛剛講的就如果換算數字的話 也許如果蔣萬安是35支持度 35就算陳時中是30 可是他那個30裡面有25是超級喜歡 所以下雨打了一下刀子我都會去 蔣萬安那35裡頭可能會有15就是喜歡 但沒有什麼超級喜歡 所以只要下一點雨我不去 天氣好我就去旅遊 是這樣的一些意思 對 所以兩個人比較起來還是有這樣差別 當然當然我覺得這個 現在其實講陳時中的選情 還有點早 但是陳時中也他的第一槍是對著柯市府 可是他要小心為什麼 八年前2014年 他是擔任柯文哲的牙醫後援會的會長 陳時中在當時喔 他開了一場記者會去推薦柯文哲 他說了一句什麼話 他說我希望柯文哲發揮白色力量 讓他要做更多對社會有用的事 讓大家看到未來的希望 八年前你是推薦柯文哲進臺北市政府了 結果八年後你說八年來城市停滯 那你是共犯哪 是你把人家推進去 你說他人家沒做事 這個有點你知道人設有點這個 這個打這一球 所以觀眾朋友就知道自己跳出來自己選 要把那個他當初推薦錯誤的人幹掉 沒錯沒錯 除非他今天要跟全民 要跟臺北市民道歉 說抱歉我八年前推薦了一個不好的人 你才能打這一招 因為你當年是站在他的身邊 踢柯文哲的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一個所謂選舉人設 這個是陳時中現在可能 因為他第一次選舉要注意的 可是楊明我先問一下 那剛講年輕人的那一塊 對 您之間這個論文的事情 會影響到年輕人的一些的感受度嗎 尤其如果是綠營要用北北桃 打聯合選戰的時候 那會什麼榮者共榮 然後還是要共哭 會類似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今天像今天這個國民黨 他們繼續把這個什麼 這個竹科的這個公文拿出來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竹科已經發函給這個 給這個中華大學 要他們說明這個侵權的議題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公文的關鍵是什麼 他要他說明但是沒有 沒有寫沒有說你幾日內幾個幾個月 幾個禮拜要給我答案 這份公文發過去 中華大學可以擺個兩個月 擺三個月擺到半年 我再回都沒關係 所以基本上這個議題 如果今天用這樣的所謂的行政流程的方法 得不到在選前可以得不到結果的 可是臺大的那個那個 跟中華大學所謂的學術論文的倫理審定 是兩個月內一定會有結果 所以我說這個就像是我們在賭場 最後那張底牌掀開 林志堅你現在是一個賭局 就是說我賭我沒事 好如果牌翻開來我贏 哇你就是我講選舉應該就贏了 可是問題是如果這個如果是你翻開來 你的學位被撤銷的時候 你是連你的政治誠信都賠下去 那我我我去算了一下 就是說根據我們這個桃園市政府 跟新竹市政府的統計 桃園大學以上的人口 大約是七十多萬人 那大概在全部選民 比例大概是三成九 將近四成 那新竹更高 新竹的大學以上的選民 是四成九將近五成 所以未來這個這個答案 就是說這個底牌 這個論文審定的結果 一旦掀開來 對林志堅對桃竹兩個地方 都會造成選舉衝擊 而且一定會外溢到所謂的 這個北桃園 北臺灣北臺灣 有可能會成為這次選舉的一個關鍵 階段因為陳時中明天掙招 那他程序完備以後 就是民進黨的候選人 其實這一個確定會影響民調的變動 確定以後會高一點 對會影響民調的變動 那你看到了呃 陳時中第一時間批評了市政府 當然我覺得也合理啦 因為你是要選市長 我要選臺北市長 對對對對對 我當然是打臺北市政府 先打臺北市的市政缺失等等 我覺得他是一個合理的路徑 當然他去黨部主委的就職典禮上面 我覺得第一步都營造了一個民進黨 相對於團結的一個狀態 那打柯P 其實柯P打柯P 柯P打陳時中 他會造成不一樣的效果 你說柯P打陳時中 呃藍營裡面的人聽的說 你柯P一直挑戰民進黨會很爽 所以柯P一直打打民進黨 常常陳時中會晃動藍營的票 那陳時中打柯P 那某種程度上打柯P 柯P回擊成為一個交叉火力的過程 他一樣會塑造晃動藍營的選票 所以這樣的一個戰略上面 他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就是要晃動藍營的選票 兩邊都沒有理蔣萬安 我就是要晃動藍營的選票 如果藍營的選票 到某一種程度被晃動了十趴十五趴 那蔣萬安就很危險 蔣萬安就非常危險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不管怎麼說 三成三的基層票員 我認為應該沒有問題 最少最少最少三成三應該沒有問題 那國民黨相對也大概三成三三成五 也不是個太大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誰能搶到三十八 四十二、四十三 這一個區塊 誰的當選機率就高 所以整個的策略裡面 我藍營的票先讓你移轉的話 我先壓迫你藍營 蔣萬安的票數 不逼向於超過四十以上 那這一邊相對機會就很高 所以國民黨裡面 對陳時中我覺得戰略上的錯誤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蔣萬安的選舉 你所謂對他戰略錯誤是什麼 我覺得最簡單的一件事 你罵陳時中落跑 你又說陳時中做得不好 那他該不該走 他陷入一個非常大的矛盾 如果你今天的論調是陳時中早該走了 沒想到做不好的陳時中終於走了 去選的是臺北市市長 你的基調才會一樣 所以現在綠營一直反問你 你們不是一直要叫陳時中走嗎 現在走了 你們又怎麼說他不能走了呢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那種基調的矛盾性 一直會讓國民黨裡面 或是一般中間選民想不通什麼地方 想不通你們的論點到底是哪裡 那做得好 你說做得好 你繞跑的話 那疫情失敗誰負責 有道理 你又罵他做不好 然後他要下來 你又說他繞跑 讓他走不一定要選市長 做牙醫 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很奇怪 另外我覺得民進黨比較該擔憂的 其實在過往過程當中 在比例分票 剛才光晴都談到一九九四 那一場的戰役 打得很精彩 但是那一場戰役 你回過頭來看 年輕選票跑到哪裡去 趙少康跟陳時中 黃大洲沒有 黃大洲幾乎很少 然後你就看到二零一四年 那一場選戰 連勝文跟民進黨合作的柯文哲 年輕選票跑到哪裡去 連勝文很少 嗯柯文哲 你看二零一八年那一場選戰 三腳路 年輕選票跑到哪裡去 還是柯文哲 二零二二年 年輕選票跑到哪裡去 從之前的民調一路看下來 好像是三分天下 三分天下 那三分天下 基本上年輕人三分天下 基本上就已經對民進黨來說 不是一個好事 OK 然後不要忽略林之間的效應 對年輕人的選票 而且林之間那個效應 已經是全國性了 那剛才楊明也之前聽過台大那個 那個要比對玩才有 是台大而已嗎 其實很多公立學校都發文了 甚至於連教師的升等 都被嚴格化要切解 什麼論文不能超俗 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每一年都有一些教授 那個副教授講師升等 已經在公立大學 已經弄的是天路人院 這個效應會不會也連帶 在台北上面的效應 又讓陳時中在年輕票員 又一次削弱 這個是很嚴重的關鍵 你有聽到藍衣一直不斷的講說 因為陳時中的仇恨值最高 而且那你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陳時中部長他在吸納媒體的能量上面 也蠻高的 那這些是原則上先天上會佔一些優勢嗎 可是如果這樣講的話 包括防疫的這件事情 包括連剛才一夫講說 因為現在看起來北北桃 民黨說北北桃要打一個整體的戰役 類似這些 所以剛才一夫講林之間這件事情 在年輕選票上面 會對綠營來講產生任何不利嗎 選舉有分不同的格局 就像我們天氣每天天氣會不一樣 可是一年當中 四季總還是有個季節 然後還有個大的氣候 那在大的氣候上 其實台北市的選民的結構 我的觀察 現在跟二十年前其實已經不一樣 人口的結構會轉變 然後再加上現在這一次的選舉 出現一個叫做台灣民眾黨 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 所以長期來大概已經超過半年以來了 所有的民調 你去看他政黨支持度部分 其實藍已經一分為二 已經在台北市啦 不是全國 台北市藍營一分為二的時候 綠的政黨支持度 雖然好像三層上下 可是在藍一分為二的狀況下 綠可以穩定居首 這個是台北的政治上面 整個政治板塊的氣候 所以白銀是確定能夠占到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這樣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柯文哲他其實是反綠第一號騎手 那你說包括台北市藍營的主將蔣荒安 其實他整個的發言 不管是注目度啊 還是這個討論度 都遠遠不如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效應之下 他其實對於藍的選票 是有相當吸納成的 再加上柯文哲推出的候選人黃珊珊 一開始是新黨出來 後來變親民黨 然後現在是跟民眾黨友好 一路走來其實他的形象 對於藍營選民也是穩定有吸引力的 所以在現在的這個大的氣候之下 當然你說每天天氣會變 像是這個是網路溫度計 做的好感度分析 你看在這個7月10號的時候 陳時中他的網路好感度是上升的 然後呢他在7月10號的時候 為什麼到最高點 因為當時他被提名嘛 所以討論度上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包括林佳龍 也是一樣啊 在7月10號的這個日子 這個日子 網路的好感度上升 那這個東西不是絕對的 因為天氣每天都在變 網路好感度會隨著新聞變化 為什麼看這個呢 主要有兩個點 第一個是說 為什麼在提名那天會衝上來 因為雙北的綠營選民 我的觀察是等待很久 到底什麼時候要就定位 你現在看到蔣萬安就定位 黃珊珊就定位 偏偏民進黨候選人一直出不來 所以這個好感度的上升 其實他反映的是綠營選民的期待值 第二個可以看什麼 年齡層的分布 像這個是林佳龍的數字 最上面分年齡層來看的話 好感度最高的是35到54歲喔 也就是說中壯年的這個部分 陳時中也是一樣啊 在各個不同的天去比較的時候 好感度穩定最高35到54歲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兩個候選人 跟其他的陣營比起來的話 他是取得社會的中間至少一部分的支持 嗯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說 整個的裡面好有大的氣候 有天每天不同的天氣 那但是選戰的主軸到底是什麼 剛才前面大家在講的 談了很多防疫 但是我覺得防疫的題目 現在對於陳時中而言 他其實是一個首層的題目 畢竟他要從指揮官這位置上離開了 然後過去兩年多來防疫的績效 當然大家可以檢驗 不過這個東西很難在選戰中變成一個突破性 幫他一直往外拓展支持度 可是藍營會一直用這個當作是攻擊的一個議題 對所以以防疫來講的話 對於陳時中而言 他其實是手勢 他是手勢 就是外面的攻擊喔 說他做得不好 他出來解釋說其實是怎麼樣怎麼樣 不過當防疫變成政治操作的時候 其實我坦白講啦 往後變成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 他就是藍綠各自歸隊嘛 所以陳時中的攻 他要擴大他的 他要從基本盤再跨出往外攻中間選民 一定是攻市政 所以為什麼他的起手勢會提到說 台北的發展是不是停滯的問題 因為我想他的團隊應該有給他建議說 你要攻的話 其實市政才是決戰的基礎 防疫是一個守成戰能守住 你還是要往外拓 因為沙喀都的選戰 誰能夠拓展到中間選民才是最重要的 那以現在來看的話 其實大家包括說是不是落跑也好啦 或者是這些東西 其實他慢慢會變成一個很膚淺很表面題目 因為這三個要選的人 都有他原來的工作 所以如果要講說互相落跑 互相指著對方鼻子嘛 那你們原來都有工作啊 那你說出畢業紀念冊等等 你說黃珊珊其實他有出來 台北市府已經出兩本了 那你說這東西打到最後 他就是頂多幾日的話題 那你回到後來你還是要看論述 所以現在我覺得 最岌岌可危的反倒是講萬安 因為黃珊珊他站著副市長的位置 他每天都做政治的 所以如果照剛小平講 因為本來講說黃珊珊可能在八月下旬 然後會請辭或什麼 小平剛講說可能不會 然後到最後用請假的方式 所以這次用請假的方式 最後一會變這樣 如果黃珊珊他是選前十天才請假 我認為他會挑戰到民眾黨自己的道德正當性論述 因為民眾黨兩年前才不斷的質疑別人是代職參選 他們還質疑說代職參選是個好的政治文化 那難道柯文哲現在又要出來講說代職參選就是新政治文化 這論述衝突啊 剛剛易富哥我覺得有一段講得很好 你候選人的論述前後來一次 蔣萬安也是遇到這樣的問題啊 他前陣子不是來批評說黃珊珊應該要辭職參選對不對 那黃珊珊也是臺北市的防疫副指揮官嘛 那你叫黃珊珊要辭職參選 今天又說陳時中不能辭職參選 矛盾 所以我是認為說黃珊珊我個人判斷了 八月底九月初應該還不會辭 因為那個時候臺北市要花四千九百萬 辦城市博覽會 裡面會發表很多這個柯文哲黃珊珊的相關的政績 他們要凸顯自己的市政見書 我認為黃珊珊那時候還是副市長 但是議會總質詢之前他有可能辭職 我補充一下 黃珊珊他辭職副市長對他影響太大了 被罵是一時的 可是呢做到這個至少這四五個月是永恆的 如果不辭的話 我簡單講黃珊珊有一點很厲害 不管對市場 特別對國民黨黨籍的兩百七十個里長 跟五黨偏藍的幾十個 大概差不多我們有四百五十六個 大概有三百多個里長 是這樣的概念 在他們意識心態 現在他們現在很痛苦 他們現在也在商量說 那我們也不要去佔黃珊珊的臺 如果黃珊珊總部長 當時黃珊珊如果還是現任副市長 沒辭的話 八二九七登記以後 九月初的時候 那我們就坐下面 上臺會有黨籍的 會被黃旅黨籍的 坐下面 坐下面有差嗎 當然沒有臺商那麼嚴重 可是你還是去了嘛 還是商國民黨商講完對吧 這是一個基本常識 但是坐在台下會說那是情意 對 那他們會還講 我講的再細一點 他會穿不穿 不會穿國民黨的衣服 穿那個藍士聰 民政局長發的里長的衣服 對不對 我是用里長的身份 然後關心里裡面的一些事 那我來也是見黃珊珊副市長 不是見黃珊珊候選人 那我講理由 可是辭掉會怎樣 辭掉全部歸隊 當你不是副市長的話 我們去幫蔣安拉 這些扣回來 比較容易多 因為他沒有副市長身份 當然 我就沒有辦法去參加副市長 差太多有沒有副市長 他就是 他就變成烏鴉老虎 你知道他只要辭掉副市長 所以我們當然會逼他辭掉 辭掉副市長 我覺得如果放在蔣安身上 已經不是他先出來 誰沒歸隊的這個問題 因為他的民調是有個趨勢的 我們看這位民調 而且一teater date的民調 不是只是在家裡等電話接電話 他們有手機 所以這裡面可以調查到年輕 年輕族群的 是非常清楚的 那還是蔣萬安第一 陳時中第二 這個其實我比算是不錯 他跟蔣萬安只剩下5%多的差距了 跟他前一份T台那個好像跌破兩成 而且直直往下跌 你看趨勢綠色的這條線 其實他已經止跌了 他兩個最低的挖點 其實就是跟著防疫走 那黃珊珊一路飆 到現在有小幅往下跌了 所以他需要一個宣示 對不對 不然的話他的這個 以現在來看 縱使他小跌25% 那就是三分天下的幾 就是三喀都 你就是氣不了了 對關鍵在於誰 我一直在重申這個老問題 關鍵在蔣萬安太低了 他連四成的基本盤都佔不回去 那按照以前連勝文的時候 他常講 他跟丁守中都四成的基本盤 他在選前民調贏 綠營是兩成什麼概念 他都會輸 那這只是民調 你連四成都回不去的話 那就是一路到底都會三喀都 因為黃珊珊他不是藍的 那我們再看下面一份 這就是我們常講的 你看交叉分析 這個蔣萬安他在老年人部分 五十歲以上的 他這塊你看藍的 我們還特別標示出來 四成六五十歲以上不要說老年人 哎呀你就認了吧 我們都快六十了 我還沒說六十以上 馬上每隔幾年 他都是四成六 四成六怎麼概念 他真的抓得比較多 就我所謂基本盤 然後你看 黃珊珊擅長的 就是民眾黨的屬性 柯P的屬性 就是年輕人 他年輕人二十到三十九 這個是三成八 接近四成 那陳世忠他比較 比較均勻 那我們就標示他最高的 也是六十歲以上的有 但是年輕的人也有 但是他再怎麼有高 不過旁邊那兩個 比他年輕的戰將 那我們再看政黨傾向 陳中靠什麼 就靠綠的 我們標示出來的七成七七成一 但是這不是綠營凝聚的最高點 他還凝聚的不夠 你相較於蔣萬安 他凝聚八成六 這已經算凝聚 算在蔣萬安 就不知為何而戰的情況之下 他們認人的話 藍營的基本盤 他是有鞏固住 民眾黨也一樣啊 他凝聚到八成三 那就是綠的沒有凝聚到 好我們再看泛藍 這邊也是八成 你看泛綠只有七成一 那黃珊珊 民眾黨 那黃珊珊有個特性 我們一直在講 你不要再看那個郝龍斌講的啦 拜託啦 他把他說他每一票都是藍的 他也是藍的 所以他好緊張 講問你慘了 他就這種論調 沒有 你看每一次交叉分析 不只這一份 其他份也一樣 他藍綠各拉 我們先看政黨 民眾民進黨拉的比國民黨還多 多一點他拉一成四 國民黨拉一成二 藍綠都拉 好我們再用泛藍泛綠來講 他泛綠拉一成七 快一成八了 泛藍這邊他一成二 但是注意中立三成四 但是我不是只看黃珊珊中間選民 你看蔣萬元有三成二 你看陳時中這邊就弱勢了 他只有一成五 就代表他有綠銀基本盤 但是他拉得到中間嗎 中間是不是抵觸到他防疫的 這個成績 是不是有所謂的仇換值 不只發酵在泛藍 甚至深藍 他還發酵中間選民 可能不買帳 當然也有相對的 有人對他是肯定的 好那我說 假設今天陳時中 他脫掉所有防疫的光環 他不是後來指揮官 而打回原點 他原先是好像外傳 一度要把他換掉的 那個外副部長 那時候我訪問過他兩次 你知道只有部長 大概只有少數不會上新聞 他就是其中一個 那時候冷嘛 那也不知道你陳時中 你不知道做什麼 如果那個時候陳時中 那怎麼可能推他出來選舉 當然 他就是因為做了兩年前的防疫 你指揮官一路到這樣 去年是最低點 我也聽那個其他的做那個聲量啊 什麼他們有時候訪問我們 我們昨天還有一位一家訪問我們 他說指跌了 去年最低 現在回溫了 這就是像陳時中 你看符合這個民調 他指跌了 他回溫了 不管你懶得怎麼罵 那懶得也有分裂症了 你又說他繞跑 你又說他防疫不利 對不對 這很矛盾嘛 對不對 你有把他留下來 那你又說他防疫不利 這是矛盾的 所以我們就看這個 這次選舉很特殊 一路到底都殺喀都 蔣萬安如果還是靠 基本盤的話 那這會讓藍營緊張 你這能夠抱住多久 就像阿扁的理論嘛 就算最後打成藍綠對決 一過去四成三的蘇貞昌 跟四成的謝長廷 藍綠對決 藍的還有優勢是十七萬票 兩個人都輸十七萬票 但是如果你只死報了這個 我認為變數可能會出在哪裡 因為很多我們周邊好像年輕人 我就你戶籍在哪 戶籍在台北市 我說那你可以投啊 撒卡都你選誰 如果最後再人選人 我們講選人或選黨 如果蔣萬安他是選人 而在他跟黃珊珊中間做取決的話 認為黃珊珊有行政經歷 黃珊珊是有魄力的 他這邊還可能再留掉 所以你就不曉得他這個選戰 他的選戰主軸在哪裡 他的戰力怎麼發揮 他也沒有帶動過什麼議題 是跟著一路打 你要殺柯P很好殺 也沒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蔣萬安的困境 我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你現在存在 然後已經穩定回到第二名了 那我覺得你現在第一名跟第二名 其實都應該要打第三名啦 就是因為他剛好 把他打落下去 因為第三名現在就是執政者嘛 那你不打執政者把他打垮以後 你們兩個藍綠對決 那你怎麼弄 那你黃珊珊 照說應該是吃藍的票 可是你要說 這個部分有掛綠的票嘛 那你現在藍營沒有焦慮感 因為他的蔣萬安的這個民調 還高出那麼多 高出所謂的陳時中那麼多 可是陳時中現在才剛起手 然後就一些 當然就是亂打一通啦 反正他就剛卸任 然後又防疫的事情還是議題嘛 那你看你就看陳時中 離開這個指揮官之後 他要怎麼轉換議題 他其實應該轉換成市政議題 攻打那個柯文哲才對 那攻打柯文哲一旦成功的話 他的民調如果跟蔣萬安 在很接近的情況之下 其實蔣萬安也要下來打柯批的 就是兩個人要增強 因為你中間選 因為柯批有沒有中間選民 我不知道 柯批但是有柯粉 可是山山有中間選民 那你現在如果你兩個藍綠都不打 不打柯批的話 那你版圖要從哪裡搶回來 所以我覺得你陳時中 只要再往上一點點 因為因為你已經 我上禮拜就講 他一定要站穩第二名 站穩第二名以後才開始往上打 那往上打那繼續努力打 再跟這個蔣萬安在民調差三趴之內 我覺得藍營就要爆炸了 藍營內部就會焦慮感 然後也不管是誰 就開始打了 一定會開始打這個市政 其實這個蔣萬安也有打市政 但是他聲量不到啊 他打市政就好像蚊子叮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國民黨的議員也多啊 對 你看比如說他最近打一個什麼音樂 什麼中心的圖書的這個建設 本來變二十一億變成八十三億還發發不出去 那個報紙有燈嗎 沒有燈嘛 那沒有燈我覺得 我覺得這段時間是OK的 因為這段時間是剛好城中下來 然後呢要參選的時候 大家就會集中在防疫上面 可是我們如果未來再出現B BA4 BA5 的時候 你會再去問陳時中嗎 不會嘛 你當然去問行政院跟衛福部啊 跟指揮中心啊 我們今天就主打說那個綠營的三個首長 北北桃全部都是落跑 他們顯然的所有的主軸就落這個跑啊 你現在短暫當然是可以這樣子講 但是問題是你之前就已經叫陳時中下臺了 而且剛剛好符合你們議員下臺 那還不行嗎 那你就是看未來的指揮官做得怎麼樣 如果你做現在如果新的任命的指揮官做很差 那當然這樣就會回到陳時中身上 那我相信民進黨政府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也不要選啊 那所以說短暫這個議題 這個陳時中跟黃山山還有KP會交鋒 就是因為疫情還在交鋒 但是問題是你不要忘記喔 如果黃山山出來選的時候 KP還是臺北市長喔 那疫情在起來的時候 變成疫情要被檢視的人是臺北市長喔 因為現在那兩個人都沒有沒有關疫情的事情 一個是立法委 一個是純粹的參選人喔 那所以說你臺北市 如果疫情在起來的話 你臺北市要怎麼樣做的 做防範 那就是臺北市很重要的事情啊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選戰一定是就是說 如果你陳時中排名第二 然後整個很接近的時候 就會是藍綠對決啊 很快黃山山就會被棄掉了 那如果說你陳時中還是這樣子 比如說教堂可以做指揮官 空戰指揮官 我覺得這也想太多了吧 所以這個位置通常是賀明在做的吧 然後那如果說你二十一是最高點 因為郭正恩說這個是陳時中的最高點 那如果你的最高點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是可能又會掉下來了 那你就會跟這個黃山山票又開始形成白綠再強了 所以黃山這個最重要是你陳時中你要打到什麼位置上面 你才會形成整個臺北市沙喀都市長要一個都法 所以說你現在你現在這個講一大堆 當然你剛剛離開衛福部什麼不捨或怎麼樣 當然都被人家挑剔嘛 因為尤其是這一波疫情對你是傷害 那如果是去年當然是OK啊 可是今年你就要承受這些 所以你講話就要小心一點啊 不要再講自由業啊 然後他是真的連不捨都不能講 連小孩也不能講 因為他說我小孩就在做小孩長大寒 小孩是形容他自己從小長大 不是說什麼小孩怎麼樣 可是小孩兩個字大家網路上也很火大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陳時中就是你看 你趕快熟悉市政 轉打下打這個市政問題 因為對市民來講這個 他那個起手勢還算不錯 停滯八年 停滯八年嘛 我覺得很多臺北人都很有感 因為真的一條捷運也沒有蓋啊 然後交通也沒弄好啊 什麼東西都不曉得在搞什麼嘛 那你講話那個 我覺得講話應該很多議題才對 那除非議員叛變 都會跑去那個柯文哲那裡 然後呢議題又不可以 李敏賢剛才講的這麼斬金截鐵說不會 你都沒有聽 李敏賢不會啊 其他人我不知道 那可以了吧 那我就說你很多議題可以繼續打 因為譬如說你這個陰途中心 為什麼二十億變八十三億 還是沒有辦法招標嘛 那你說所有的現在目前大巨蛋搞八年 到底是怎麼回事 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這個講問案呢 真的靠一張長相這樣子選下去是不行的 真的要加強他的文宣 還有他的這個攻擊能力